随着新的资本路径 王剑林正式上岸 现在的万达不但要活 而且还要活得很好 因为这次来的资金 以及所代表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最新的消息就是 又卖了10座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卖家产了 但在这次之后 可以非常明确的说上岸了 为啥呢 咱们并不是说王剑林 已经还完所有的债务 而是这次出手 收万达广场背后的资本 有着典型的国资背景 而且这次收购的资金 和方式非常的有讲究 大家可以稍微梳理一下 这几次王剑林变卖资产 接盘的冷和资金 最早是他旗下的万达影院 接着盘的中国奴役 就是现在最大的民营上 是影视公司 没错 民营资 然后就是收购万达三管股份的 泰蒙投资集团 PAG 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私募资金 我在原来的视频里 也包括很多人应该也看过 这家私募 其实很多外资投资 中国资产的代理人属于 手上有一些 包括说中东国家的主权基金 简单的来说外资 那还剩下谁没有入局呢 没错 国资 但是国资以什么方式入局呢 拿什么钱入局呢 这里面至关重要 因为这将为未来处理 这一类资产提供 众多的借鉴和方案 我们先看一下媒体的报告 这一次收购万达资产 最多的是谁 全资接管的是中联基金 有国资的背景 实力很强 为啥这么说呢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中国第一个产业园并购基金 中联和南山控股做的 收的是上海的产业园 至于南山控股 深圳的朋友应该有知道的 不仅有深圳国资 甚至有广州国资 以及国务院的投资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介绍 我可不敢乱说 不但如此 中联基金还跟江苏昆山 国资一起搞了一个基金 专门做产业园的运营 这就不需要再解释了吧 在当下环境能去做产业园项目 而且还是和上海昆山的产业园 大家就评评 这就能知道中联基金 它是带着任务来的 它在做什么呢 做的一个东西叫瑞士 瑞士基金 两年前刚刚在中国 出来的新鲜玩意 简单的说 就是投资一些固定资产的项目 但是不是为了短期转手卖高价 而是介入日常的经营 每年收珠子分给投资人 一年的分红 基本上都高于4% 甚至有些高达8%至10%的样子 看起来不错吧 对吧 当然了 大部分都是长期赚钱的好项目 对吧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瑞士的钱从哪里来 一部分是机构 包括国资机构的钱 还有一部分钱是普通投资者的钱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 可以在公共市场里面 公开市场里面买到这些瑞士基金 发现了没有 房地产的危机解决方式开始有了新的方案了 把优秀的资产拿出来 大家做长期投资 这个大家包括所有的资本 既包括国资 也包括民间资本 甚至包括小投资者 所以你评评 为啥从万达开始 因为万达的商场大部分是可以赚钱的 特别是发达城市的 这个很多人都有共识了 对吧 要不然外资呀 内资的大佬会纷纷进产去抄底 现在呢 中联进产了 他代表国资 也代表着小投资者 换句话说 这个是首战 他不能输 活了 大家以后都有信心 可以按照这个来 如果这样万达都死了 那就真的 嗯 对吧 所以现在可以基本上说 万达彻底上岸了 因为未来的万达只能活 不能死 为啥 他们代表着这条路 就中国商业地产的路 我知道说到这里 肯定又有人要开始喷了 怎么死了好 这那的 这那的 对吧 兄弟 你去看看中国的线下商业 现在有多长 再想想 线下商业支撑了多少人的饭碗和就业 这些人并不是你不爽的那些 所谓超级富豪 他们只是普通人 他们只是想吃一碗饭而已 最后 问问大家 你们当地有万达吗 生意怎么样 好呀 谢谢大家